我看一下這個他們剛剛用好像沒電的嗎 可以啊可以啊他會騎啊 有在動嗎齁 有啊 好好好對啊我說 該不跟大家給我看 好看一看 好 現在台大一面左面 這個內套病代謝科的後期之秀 年輕的組織醫師 他今天要跟大家講這個藥物引起的染骨病 其實他也會講骨鬆 因為在臨場上有時候 染骨病跟骨鬆病不是那麼好分別的 大家知道骨鬆症現在是很常見 其實很多藥物對骨頭代謝不好 那臨時要給大家做個理由 我想特別是要提到我們自己遇到的 真的是低肝治療的病人 還有一些這個antiviral agent引起的軟骨病 這個病人很痛苦 醫師如果沒有診斷出來 這個病人是沒有別的辦法給你治療 但是把那個藥換掉以後 病人馬上就好起來 好像這樣的事情 林醫師給大家介紹一下 下面就請林醫師幫大家上課 謝謝 座長在座各位的教授老師 各位內科的這個同仁的這個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那接下來由我來進行第二個部分的講題 就是剛剛教授有提到 是drug induced 歐斯蒂馬拉斯亞 那我個人沒有什麼特別要disclosure的部分 那今天的講題大概主要會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會簡單的帶到就是說 這個關於在人體內的這個所謂的蓋靈的一個平衡 還有就是說所謂的這個在骨質一個礦物化的一個過程 那第二部分會提到這個關於這個 這個跟這個drug induced 歐斯蒂馬拉斯亞 有關的一些機轉 但是第二部分先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因為可能引起藥物種類非常多 所以可能會稍微有一點點雜亂 那第三個部分當然是講到一些 常見的一些symptom sign 然後他診斷還有一個治療的方式 那首先我們看一下就是人體內這個所謂蓋靈的一個 一個平衡的狀況 那不過一開始的話 我們可能還是要稍微講說明 就是要破題 就對這個所謂的歐斯蒂馬拉斯亞這個疾病來做一個定義 那這個疾病基本上它所代表的是 其實是在這個所謂的bone matrix bone matrix的一個所謂的一個 mineralization 就是一個礦化的一個異常的情況 那這個發生其實可能可以在小孩子 跟在大人身上看到 當然小孩子在兒科比較多 那在兒科的話 這種病叫做ricus 就是所謂的扣爐病 那它的基本上發生就是在這個 就是生長板閉合之前 那如果在大人的話 那像我們今天講的DIO 或者是說可能是tumage的TIO的話 那這個當然是在這個時候 gross plate已經關閉之後 那個它已經叫做 歐斯蒂馬拉斯亞 那所以有的時候在大人可以叫做 所謂的這個adult的ricus 就是成人的抗爐症 好 那這個是一個這個 我們體內人的一個 蓋瓶的一個調節的一個 大致上的激轉的流程 那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流程其實非常的複雜 那簡單來說的話 人體內的這個所謂的 蓋瓶底子的一個平衡狀況 主要是透過這個pth 就是複雜用荷爾蒙 那還有就是說這個fgf23 那透過於調節這個體內的這個 所謂的維他命的表現 來控制這個在骨骼 腸道以及在這個所謂的腎臟的一個 銀跟鈣的吸收器排出的狀況 那所以其實如果有藥物 會在這個突進之內 影響到這些維他命D的濃度 或者是說跟鈣的吸收有影響的話 都有可能會造成 我們等一下要提到這個 所謂DIO的問題 好 那大家都知道其實在骨骼裡面儲存的 鈣跟鈸底子搭配都是用 磷酸鈣的方式來儲存 那當然更順序地講一下 它這個叫做Hydrosabitine 就是叫昌靈性蕙石的一個 一個晶體 那結構圖大概是如這樣的所示 那在這個所謂的Osteoblast裡面 它基本上來講 當然就是說它其實主要的來源 就是說它的這個所謂的鈣跟鈴的這個離子 在這個Osteoblast裡面 主要是經過這個所謂的Mitochondria 就是粒線體來做一個濃縮 那濃縮之後呢 會分泌到細胞外面 再跟這些原本它已經分泌出一些 上次這些collagen 或其他一些這個所謂的 一些蛋白做結合之後 然後完成這個骨化的一個過程 所以說其實大家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是Osteoblast的部分 它會分泌 同時會分泌這些所謂的 這些剛剛講的就是濃縮的概念離子 還有就是說 以及像是一些collagen的 一個fiber跟一些matrix 那隨著這個濃度逐漸往內堆積 就是這個是 剛形成這個是Osteoblast 當年就是所謂的軟骨層 那隨著這些離子逐漸的堆積 它的這個排列逐漸就變得比較規則 那它的這些所謂的概念離子 也逐漸掩附在這個所謂的 這些所謂的collagen fiber 上面 最後再形成這個完整的一個 已經礦化 就是mian rest bone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講到第二部分 就是說這個跟所謂的 DIO 可能有關的一個基礎 好那在開始講前還是要先提到 DIO這個病基本上並不是說 在日常的一個治療病例過程中那麼常看到 雖然說我們提到說 可能很多藥物都會引起 但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常見 各位如果有興趣去找文件去看的話 可能會發現大部分都是case report為主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其實主要就是說這個疾病會不會發生 其實跟很多因素有關 當然跟藥物最直覺有關係 就是說跟藥物使用的劑量 跟它使用的長短有關係 但是因為其實這個跟我們的這個 對治療的病人本身 他的一些生活型態 包括說他的一個運動狀況 他的日光照射情形 食物當中概念 或者是他們的睡眠可能都有關係 所以並不是用了特定藥物的每個病人都會發生 但是呢無論如何就是說 醫師如果在使用可能會引起DIO藥素 病人如果產生了可疑的症狀的時候 其實要特別提高這個警覺 好那我們就還是回到這個基礎組的部分 那我們看到就是說第一個 如果說我們今天從這個所謂的在 腸胃道裡面這個 維他命D的一個吸收 如果受到影響 其實有可能會造成這個所謂的DIO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維他命D其實本身 它是一個脂溶性的維生素 所以說基本上在食物中涉及之後 它必須要被包裝在這個 開龍脈孔裡面才可以在這個所謂的 我們說這個所謂的小腸的這個循環裡面被吸收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小腸如果需要這個吸收這個脂肪的話 主要其實需要是這個 BioNC的就是膽酸 肝臟分泌膽 來促進這個所謂的小腸裡面 這些所謂的油脂的一個吸收 所以其實如果今天有藥物會抑制這個膽酸的吸收的話 它有可能會造成這個維他命D的這個 這個腸胃道的一個吸收不良 那這個腰期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就是這個cholestiramin 那當然這個腰基本上它之前 主要是用在這個所謂的治療 這個所謂的這個高血脂症的一個 比較早期治療高血脂症的部分 那在動物實驗上會發現到說 今天如果說在這個實驗的動物上面 用這個所謂的cholestiramin來做餵食的話 那它會發現到說 這個所謂用這個所謂的radiolabel的 維他命D的吸收會下降 不過當然因為這個是 就是現在比較沒有那麼常用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當然用的劑量可能沒那麼多 所以其實這個並不是那麼常被觀察到這樣的狀況 那第二個我們要提到就是說 關於在這個所謂的radiolabel的一個合成過程當中 可能會發生一個狀況 那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在radiolabel的D產生之後 經過肝臟的radiol肌酸之後變成radiol肌酸 還要再經過腎臟 radiol肌酸之後變成radiol肌酸之後變成radiol肌酸 才有辦法做一個所謂的活性維他命D的單位 所以說其實如果在這個所謂的e25H2D 這個合成部分的 粗活體的話 其實也有可能會導致這個維他命D的一個不足 好 那這個故事是說 其實在以前 在大概十幾二十年前 在日本的 在日本做的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說 他們有一些這種所謂的慢性長期病學的病人 在長期施打鐵劑的時候 有發現某些病人出現軟骨症的一個症狀 那他們那個時候用的是 叫做所謂的saccharide ferric acid 當然就是糖化氧化鐵 這種鐵劑的一個補充 那所以說那個時候其實到底說 使用長期使用鐵劑的狀況 到底會不會對病患引起這個軟骨症的問題 其實有過一陣的討論 那後來的話 這個是在2016年其實有一篇這個reviewed article 他分別蒐集了這個世界各地一些相關的一些 關於這個所謂的長期的一個 輸血的一個治療的補鐵的一個 補鐵的一個 針對品血補鐵治療的一個研究結果 那結果其實在大部分的研究裡面發現 好像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出現 那當然 不過當然就是說 他們的維他命D 測定有的時候 他其實只有測25OHB 這跟剛剛講的急轉不是完全一樣 那 再者是說呢 他其實有的時候 他基本上來講就是說 他用的也不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所謂的糖化氧化鐵 也可能是其他的鐵機的補充的一個元素 那不過其實至少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 2015年也是一位日本的教授他所做的 基本上他也是用一樣的 一樣的這個所謂的 Feric All-Static Shocker Rate去打 那基本上 他好像並沒有特別觀察到 這個125OHB的一個下降的一個狀況 那為什麼有一些病人 用這個所謂的糖化氧化鐵之後 這個所謂的這個 會產生這種所謂他們低低的濃度下降的情形呢 那後來有發現到說 其實好像這個是跟所謂的 在這些人的身上 他的所謂的FGF23的一個分泌 會增加會有關係 那大家都知道說 其實FGF23 他其實會抑制這個 Wanapagriase的一個功能 所以說有可能在部分人身上 會因為這個引起 所謂的FGF23濃度的升高 會導致這個 發生這個所謂的 Osteomalacia狀況 那再來的話 其實剛剛講到就是這個 維他命D的合成部分 那當然還是要講到這個代謝的部分 那如果說今天假設在這個 維他命D的代謝的速度 如果 還Degredation的速度 如果加快的話 當然理論上也有可能會造成這個 所謂的 維他命D的濃度不足的一個情況 好 那維他命D的一個 我們說生合成的代謝過程 其實它中間都要透過所謂的CYP450 CYP450 那不管是這個動物性的低水 或這個植物性的D2 其實都一樣 在他的合成 跟他的這個所謂的 代謝層非火性的 這個成分的過程裡面 其實都會需要這些CYP450 的一個作用 好 那所以說其實大家也知道 很多藥物會影響到 這個所謂CYP450的功能 那不過跟針對這個Osteomalacia 比較有關係 大概是 底下有幾個報告過的藥物 那第一個其實是 跟所謂的AntiTP drug有關係 那AntiTP drug裡面 比較有名的 跟這個CYP450有關 大概就是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Ina Iconiniazid跟這個Reformin的部分 那基本上來講 當然這個在 AntiTP treatment 跟維他命D其實 大概還有一個比較有 就是比較熱門的話題 在於說好像 跟維他命D濃度 會跟這個治療的一個 效果會有關係 那不過其實基本上來講 有的時候 他就是如果在基準上看起來的話 有的時候 像是Ina 或者是這個Reformin的使用 可能會讓這個所謂的 呃 維他命D的代謝速度 加快 影響到他的這個所謂的 維他命D濃度 好 另外的話其實他有一大量的藥物 是所謂的這個 Antilepid Drug 就是所謂的治療癲型的藥物 那其實像是 不管像是這個 所謂的 我們說這個 這個 這個 美食Pin Puracid Phenitoin Phenobabitol等等這些藥物 基本上很多都是也是跟這個Cyp 會有一個交互的作用 那 過去的一些研究 他其實針對這些藥物 有很多的相關的研究 是關於他這個所謂的維他命D 或者是血液當中 鈣性濃度的研究 那當然其實 各個研究出來的結果 不太一樣 不過很多的研究 基本上指出的方向 大概是一致就是說 長期接受這些藥物治療 並有的時候 他體內的這個所謂的 維他命D 跟鈣性濃度 理論上是會偏低 不過剛才提到就是說 這個跟病人本身的狀況 會不會有關係 那會不會因為說 這些病人本身 因為他本身疾病的關係 他的接受日照時間比較少 比較少去戶外活動 導致這樣的結果 其實應該是 也要去考慮在內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提到這個就是說 關於這個所謂的 從腸胃道的一個吸收部分的影響 那 跟腸胃道吸收部分影響 其實比較常會看到一個情況 這個倒是說 有的時候是在 就是比如說腎臟功能不好病人 有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這個所謂的 零的結合劑 做這個所謂的 False-Binding 來減少這個從腸胃道裡面 一個零的吸收 那 所以說當然理論上來講 如果今天 腸胃道的零被 就是 夠度的被這些結合劑 Binding 沒辦法被吸收的話 導致這個所謂零質的吸收不足 其實理論上 也有可能會造成這個所謂 DIO的問題 那不過呢 實際實際上來講 我們所使用的這個所謂的 零結合劑的種類其實非常多 不過那主要當然就像是 所謂的跟 Calcine-based Calcine-based 或者是Meganescent-based 還有這個是 Aluminum-based 還有當然比較新的 像是這個所謂的 Sev-Lammer 還像是Lancing 就是藍系的這種 Based 這種所謂的這個結合劑 這麼多的結合劑裡面 其實好像比較明顯 跟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 所謂的Ossium-Archia有關 其實是跟這個 Aluminum-based 就是鋁Based的這個 零結合劑是有關係的 那 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後來發現這個所謂的 Aluminum-based 這個所謂的Fosphate Binder 其實它影響到所謂的 鈣磁或者是 骨質的礦化的過分 其實不是只有在這個 腸胃道而已 那其實Potentially 這個如果 Aluminum的濃度過高的話 其實它 除了剛剛講到 影響到這個所謂的 它腸胃道吸收裡面 它可能也會導致這個 所謂的 影響到這個所謂 複甲 複甲胃酸 複甲胃酸 荷爾蒙的一個分泌 那其實它對這個 骨質的礦化也會有一些 潛在的影響 那在這個腎臟的部分 它可能會 剛剛講到這個 提到的這個 我們這個 1-Halva Hydration-Laste的功能 會變差 那同時它也有可能 影響到這個所謂的 肝臟的CYP-450 這個Enzyme的功能 甚至還是有什麼 叫做Stasis 所以說在比較多 從技能之下 它看起來就是使用這種 Aluminum-based 這個所謂的 結合器的時候 比較有這種風險 可能會造成這個所謂DIO的問題 不過這剛剛一開始有提過 這當然是跟使用的 劑量會有關係 所以基本上來講 是要注意這個使用 這個劑量上的一個問題 好 那接下來帶到在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會稍微 多花一點時間 因為剛剛座長在一開始有提到 就是說這跟我們可能 現階段接受 接受治療比較多的病人 是有關係 就是跟這個所謂的 我們說臨時在這個 所謂腎臟的一個 排出的路徑有關係 好 那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腎臟的結構 當然有分成腎脂球 有近端小短 遠端小短這些 那臨的這個 再吸收的部分 其實主要是在這個 近端小管的部分在負責 那大概有85%的臨 會從這個近端小管這邊 再回收回這個 所謂的循環裡面 那當然是透過一些 在這個路程上面 一些特殊的 這些所謂的電解質受器 去達成這樣的一個事情 好 那所以說 其實如果今天 在這個所謂的 近端小管的部分 它有出現這個 所謂的臨回收的 一個異常狀況的話 那其實有可能會造成 這個從腎臟的臨時 過度的排出 那引起這個所謂的血靈下降 導致這個軟骨症的問題 好 那這個要提到另外 有個比較特殊的 有個比較特定的 一個疾病名叫做 Fenconi syndrome 那這個好像 或在小兒科的醫師 或是腎臟科 通常會比較清楚這個病 那基本上來講 Fenconi syndrome它指的是說 在這個所謂的 腎臟的近端小管部分 它的一個所謂的 一個機能的 一個整體的 一個失調的一個狀況 所以有的時候 它的一個吸收的一個失調 它不光只有存在靈離脂的部分 它可能還有包括一些其他的物質 像是說 Glucose 就會造成糖尿 Fosphate 不好吸收當然就是會造成 這個所謂的 剛剛講的就是 尿的靈離排出會增加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它其實會造成 這個所謂的 一個amino-ac的一個流失 所以造成一個 generalized amino acid duria 那這個 這個酸鹼的 調節功能失調 會造成type 2 的這個rta 就是腎小管的酸中毒 那再來的話 那可能會造成其他物質流失 就是包括電解質 像是 Potacin Sodin 甚至連水都會流掉 那這個 合起來就叫做所謂的 Fenconi syndrome 那基本上來講 它的一個症狀表現 大概就是像我們剛剛講 就是說基本上它 只要影響到這個 再吸收的部分 他們的肚子漏掉的狀況 都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剛剛看的 講說可能會 就是會糖尿 會阿彌陀伊斯 UREA HIPO血淋會流失 酸中毒 那 甲離子尿酸 或者是其他物質 都有可能會流失 那電解質上的表現大概 有一些 當然就是說 當然可能在小朋友 就是會引起這種 所謂的Rikis 那當然的話 大概就是會發生 這個所謂的 Otium malaria 的問題 那當然 因為水的這些 流出增加 可能會造成這個所謂的 Polyurea 抵海追訓 那同時可能會造成這種 所以Polyurea 那連帶 可能因為離子的失調 造成這個 這個蛋白質流失 造成這個 Muscle Weakness的問題 好 那 所以說呢 當然其實 這個東西有一大部分 是跟所謂的這些 遺傳性的一些疾病有關 像是Sysynosis Garticemia等等 這個基本上 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主要的主題 那我們要看到 其實主要是在這個 後段的這些Aquired course 那可以看到一些drug 那其實有一些 比如說像是這個 所謂的化療會用到 藥像這個 Cisplatin Iphosphamide 或者是說剛剛座長有提到 就是說一些所謂的 antiviral drug 像是Tenofovir Cetofovir Defovir等等 那有一些 那有一些 這個所謂的 抗症素 像是Gentermicine 這些有report 那Axylphrine 這個是所謂的 馮氏科的用藥 那其實有很多的一些藥 大概都會引起 這個可能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Fenconic syndrome 那一些所謂的 重新屬 像是這個所謂的 鉛或者是葛 也有這樣的報告 那另外的話 比較特別就是說 其實這跟 就是我們比較特有的 就是說跟中草藥有關的 這個所謂的 Aristolicic Acid 就是所謂的 碼豆磷酸 碼豆磷酸 其實好像有引起 這個所謂的 這個Fenconic syndrome 一個個案的報告出現 那當然還有一些其他 像是這個什麼 像錫膠等等 這個是比較特殊的狀況 好 那這個是一個示意圖 就是說這些藥物 到底為什麼會造成 這個所謂的 近端的腎小管的 一個再回收功能失調 那其實主要是因為說 這些藥物 經過這個 主要都是經過 這個所謂的一個 它的一個 在這個Basolator的一個受氣 運送到這個細胞裡面之後 它其實 在一定程度上 它會影響到這個 所謂的Prasimo to Beal Cell 裡面的 這個Micocondrial Function 那這個 Micocondrial Function 受到影響之後 它其實可能會導致說 它這個細胞裡面 這個所謂的一個 電子傳器 或是它這個呼吸電的 功能傳遞的一個失調 那可能進一步就是會造成 這個所謂的 這次的計轉 然後主要都是影響到這個細胞的 這個內部的 所謂的一個 V線體的功能 你講到這樣的問題 好 那這個其實是剛剛講到 就是說一些抗生素 其實Potential 也是有這樣的狀況 像是剛剛講的就是 檢塔脈性 這些Tetra-Secting 其實都有Potential的可能 都是會影響到這個 所謂的V線體的功能 好 那我們現在特別來提一下 就是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抗病毒的治劑 那抗病毒的治劑 主要是說 因為現在目前主要是像 用在我們的 國內的病肝病原的治療 或者所謂的HIV的病患的治療 那其實原則上也是一樣 就是說這些藥 基本上在經由這些 受器進入到這個 所謂的 我們說這個所謂的 這個Potential Tubular Cell裡面之後 它基本上它會去 醫治這個所謂的 呃 力線體的這個所謂的 DNA的這個 轉入跟轉移的狀況 那當然力線體的功能 受到影響之後呢 其實剛剛講過這些 所謂的一些 呼吸的 呼吸的傳遞電 跟電子傳遞的功能受到影響 連帶會造成這個 所謂的細胞本身的一個 死亡的狀況 好 那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其實目前看到最多的是 跟B肝的治療有關的藥物了 所以說這個是在這個 2018年的 一篇這個 算是review的 article 主要是說 針對 這個曾經有發表過一些 這個關於治療 用這個ADEPOV的這個藥物治療 這個B肝導致這個 Osteomanasia的一個 病患來做一些這個 review的一個狀況 那它 是主要是收錄的 它是說Chinese and a foreign case 所以當然這個是 以中國為主觀出發的一個研究 不過這個單純 我們今天單純就是學術討論 姑且不講其他的事情 好 那這個是一個大概一個 病人收錄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可以發現到說 其實當然這個 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治療 從開始用藥治療 到開始出現症狀的時間 大概是多久 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平均的 它每個平均的療程 大概基本上整個療程 大概是一個cause 是5到6年的時間 那從開始治療到出現症狀 就是當然他們的症狀 最主要當然就是 這個疼痛的症狀 為表述為主 那這個疼痛症狀出現 大概是多久 其實平均起來 大概是3到4年左右 那以這個研究看起來的話 在這個東方人 就是中國人的中微數 大概是3年 西方人大概是接近4年左右 那經過 我們會大家提到說 他們怎麼處理 經過後續的處理之後 他的所謂的症狀改善的狀況 他的痛的一個緩解時間 大概基本上就是落在一個半月到3個月之間 如果經過適當處理的話 那血液當中 血淋離子的回徹大概也是大概2到3個月的時間 那這個是他們在整理的 就是當時這些發表的Case Report裡面一些這個Data的一個總欄 那我們可以發現到說 其實有一些有趣的現象 基本上如果我們看這個 BioCantion Panel的話 會發現到說 基本上大部分的病人 確實都是有出現這個所謂血淋 跟這個所謂血蓋偏低的一個狀況 那不過其他的一些所謂的 剛剛講到一些其他的離子的部分的偏低 其實好像並沒有一定都會出現 並沒有一定都會出現 那維他命D 他剛才這邊是定義 是用25OHD來做定義 我看Data的濃度在Report裡面好像 其實也沒有看到說 有特別的變化的一個狀況 都不然還是在Normal Range裡面 那IPTH的數值 好像其實在這些Series Report裡面 好像看到也沒有所有特殊的一個變動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今天看尿液的話 當然如果有這個 有收集到這個所謂24小時Ulin的話 他要去看說裡面的這個Calsic跟Phosphate 還有其他的一些物質流出 那發現到說其實好像這個所謂的 在這些有收集到的Case裡面 這個所謂的Phosphate的流失量 好像也沒有說特別的多 如果以他提供的這個Reference Range來看 似乎也沒有說特別的多 不過這是一個Clinical 也就是臨床上觀察到的一個狀況 而且並不是所有的病人 好 那有趣的事情就是說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這個病 大家可能在Treat的時候 一開始沒有想到 所以說他這邊有統計就是說 到底一開始這個病人被預測是什麼 就是他的Tentative Diagnosis是什麼 各式各樣都有 但最多其實還是跟一些所謂的 退化性的關節疾病有關 像是什麼OA 還是什麼Spondylosis Tentinitis Facetitis等等 有些病人是被診斷為Osteoporosis 那基本上來講說 各式各樣的各式各樣的診斷都有 好 那這些病人怎麼處理 那基本上來講 其實他們也有統計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後續的一個處理狀況 不過他們並沒有特別去比較說 到底哪一種做法會比較能夠快 或者是有效的達到一個環節的一個情形 那其實在大部分 如果我們分成 就是說東方跟 我們就講東方跟西方好了 東方跟西方來看的話 基本上在這個所謂的 東方人大部分都會選擇 就是說要停藥或者是 停藥或者是減藥 那停藥之後就換成另一個叫 Intecuvia的藥 那其他當然就是說 有補菱、補鈣、補鈣 補維它們第一次我都有補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其實有幾個少數的這個所謂的個案 還有提到說 用一些調整這些Bone Metabolism的一些藥物 就是用這個Denossum去治療這些病人 不過那只有少數幾個個案的報告而已 好 那至於說這個所謂的症狀環節 這剛稍微有提過 大部分的病患其實在經過適當處理之後 它這個所謂的一個疼痛症狀 大概都會在左右 大概三個月之內會有一個緩解 那血液當中的血靈離子的上升數值 基本上也是在三個月之內可以大強 好 那這個是就是說 這些病人如果做這個所謂的Bone Scan的話 等一下會看到就是說 它在一些特別的特異的地方 像是在這個RIP 或者是這個HIP 或者是這個ANCLE 出現一些Uptake增加的狀況 但是在這個病人的後續經過處理症狀改善之後 你再去做這個所謂的Bone Scan 反倒就是有Uptake 它碰到後面會消失 好,那接下來再講下一個 就是說跟這個所謂的Bone 會直接影響到Bone的Materialization 直接影響到這個所謂 蓋化的一個 我們說或者是礦化的一些藥物 好,那第一個講的是這個Fluoride是佛 那基本上來講其實這個佛這個東西 它其實跟這個所謂的古化的一個過程 它會有一個多重性的一個影響 那它會直接影響到這個所謂的Metrist 這個所謂的Metrist 同時呢 它其實也會讓這個 強化這個所謂的Otio Plus 它本身的這個所謂的Differentiation 那同時它對這個所謂Otio Class 它有一個所謂的Biphasic的一個影響 Biphasic其實基本上底下有說明到 就是說基本上它是在 所謂的Low Concentration的時候 大概是會是一個Anabolic Defect 就是說它其實可以增加股量 但是如果今天用的太高的機量 它其實打開豆子的話 那其實有的時候 反而會造成一個反效果 好 那這個是這個結構圖 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今天如果是這個用佛的話 它會傾向去取代 我剛剛講這個所謂Hydrosy Aptide裡面 這個所謂氢氧劑的部分 變成叫做Fluoropatide 這樣右邊這樣一個晶體的結構 那Fluoropatide的好處是什麼 基本上Fluoropatide它的這個晶體 它本身比較能夠抵抗酸的侵蝕 所以說為什麼我們看牙醫要吐佛 其實因為這樣 因為吐了佛之後 這些用佛離子進去之後 它其實會能夠比較強化 這個對這個酸的一個抵抗力 不過其實有的時候 會發現到說這樣的一個晶體 因為它其實這個結構 會變得比較鬆散 所以它的一些機械的耐收 它的一個抗力可能會變得比較差 好 那這個是發表在N1基因上的 一個所謂的Case Report 是講說這個所謂佛中毒的一個病患 的一個在這個X光上的一個表現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基本上就是這個所謂的 在骨頭上面 我們說這個有點變寬的一個狀況 還有就是說其實在這個Spine 上面出現這個上下 這個白色的線 那這個佛中毒到底會怎麼樣發生 當然其實有的時候在之前 在美國有報告說 可能是在自來水裡面加了佛過量 但是在N1基因這個Case Report裡面 這個病患是怎樣的 聽起來是蠻匪夷所思的 就是說這個病患 他自己每天會用一個茶包泡茶喝 每天泡多少包 泡150到200包的茶包 喝了17年 發生這樣的狀況 所以說這個是 或許就是要這樣匪夷所思 才可以增進去這一點 我在想 好 那另外要講再來一個邀務 就是說這個叫做ItigioNate 那這個邀務基本上 大家經常都知道 它也是一個Bisposmate 不過是比較古早的 那它是older generation Bisposmate 基本上它以前用來治療 Osteoporosis 跟Pager disease 那其實在過去研究就發現到說 如果說你今天是長期使用 這個高激量的ItigioNate 幫這個病人的骨送病人做治療的話 大概6到12個月之後呢 其實會發現到說 雖然它的總骨量會增加 但是其實 關於這個Bone的敏然 最近部分其實也會來斷的一個減退 可是呢 如果今天你不要用 持續的高激量治療 如果你改成一個所謂的Cyclic 就是用這個所謂波動式的一個治療 其實這種狀況是可以被避免的 這其實有點類似像是我們的PTH 對於這個骨質的一個影響的一個感覺 好 那我們後來介紹到 介紹到這個所謂的症狀 診斷跟這個治療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基本上來講 我們剛才講 其實最主要這個Osteoporosis 表面就是痛 其實最主要就是Bone 這個重點Bone pain 特別是在Spine Pelvis 跟這個腿的部分 那當然理石的施調 可能會造成Muscle weakness 那會造成一些Muscle 就是說臉帶會造成這些Walking 或這個Gait的 就是佈它的一個表現 那可能會出現一些Muscle的一些症狀 包括Twitch 或Spasm 那這個Bone deformity的話 當然可能會因這個所謂的 這個脊椎會出現的Compression 那Pelvic Flattening 然後可能就會出現這個 然後講到一個叫做Lussus Fracture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像這個在S方面看到 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Lussus Fracture 的一個表現 那基本上來講它容易發現的部分 其實就像我們剛剛一開始看到 那個所謂Bone scan的圖樣 大概就是我們比較容易會 集中發生在這個Rib的部分 還有就是這個Hip 還有就是下肢的一個部分 可以做 好 那剛剛開始做檔題 就是說要稍微說明一下 這兩個整段上的一個區別 那基本上來講 其實就是說 最主要的重量就是說 其餘的Osteoprol 其實基本上除非你骨頭 已經Fractured 或者是不會痛的 但是Osteoprolatia 其實基本上它一開始就存在 就是所謂的這個Pen 跟這個水 muscle weakness的症狀 那如果今天做這個 把Campure檢查的話 會發現到說 在大部分的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在血裡面的幹磷子 在Osteoprocess的時候是正常的 但是在這個所謂的Osteoprolatia 你會發現到可能變成 滴血蓋或滴血淋的問題 那連帶我們做這個LT 就是Alcanine Phosphatase的檢查 會發現到說 其實在這個Osteoprolatia 就是你的病人 可能傾向是會騙高 那當然就是說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說 其實在這個Radiology的部分 他們其實會看到這個所謂的 剛剛講的那些 這個所謂的Osteoprolatia 它會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一個變化 就像剛剛講的一些 路者中這些的 那當然其實 在整體的Microsoft Microsoft看起來 變化其實主要是在於說 這個Osteoprolatia 它的變化其實主要是 這個Cortex 它本身的 這個Cortex 跟這個Tropecula 這個小量的部分 它會變得比較Sink 但是如果是在Osteoprolatia的話 它可能是反而是變得比較寬 變得比較厚 變得比較厚 但是比較軟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做一個 診断的鑑別流程 那基本上來講 如果今天 你發現病人確實是Osteoprolatia的話 那當然第一步是先看 它的血液的淋漓的濃度 今天如果是血淋正常的話 那優先考慮說 是不是有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說像是Fluorat 或者是Titronin 這些會影響到 這個所謂的骨頭礦化的一些藥物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再去看這個所謂的 維他命D是不是有缺乏的情形 那如果是 維他命D有缺乏的話 那可能就是考慮說 是不是因為 就是說intake的問題 或者說 剛講的有些藥物可能會影響到 或他們D的濃度造成的問題 那如果說今天假設 血淋是低的話 那我們就第一個要去看 所謂的FGF23的濃度 那如果今天假設 它的這個 FGF23的濃度是 比較偏高的話 那當然其實就要考慮說 是不是可能比較特殊的原因 比如像TIO 因爲FGF23的分泌過多 導致雷蘭骨症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同時就要觀察 病人其他的症狀 那就是說有沒有一些 沒有nutrition 或者是他的這些 Urene裡面也沒有一些 Polyne urea Mylose de urea 等等 或是豆子等等的問題 那如果說當然 如果說有這些 同時有出現這些 所謂的懷疑是所謂的 近端腎小管 在吸收工種失調的情況之下 那就要考慮說 是不是所謂的 這個叫做 FACONIC syndrome 那可能是藥物引起 那當然 有的時候還是要 如果依然不適的話 那還是要到最後 還是要去檢測看 維他命D的流程 濃度是不是足夠了 那是不是因為 某些藥物引起 就是維他命D的濃度下降 引起的問題 好 那治療的方面 其實大概基本上 就比較沒有比較特殊的部分 當然第一部分就是說 如果一開始 就是說可行的話 針對這些引起藥看 可不可以做一個調整 不管是說要減量 或者是要換藥 可以做一個調整 那針對這個所謂的 歷史缺乏部分 不管是缺鈣缺磷 或者是缺維他命D 都做一個適度的補充 那至於說 用這個所謂的 Bone Metabolism Modulator 首先我們剛剛提到說 是有一些 在剛剛發生Octin-Marser病人 他是用這個所謂的 Polya 就是Denolism去做治療 是不是一定都有幫助 這可能還需要更大部分 我們研究才能夠證實 好 那最後的結論 DIO 它本身其實是一個 我們說Bone Metabolism 一個礦化的 一個失調的一個過程 那其實它可能會 經由很多種的藥物 經由很多不同的基礎 來所導致 那其實領導上最重要 其實是要觀察症狀 主要說當然就是一個 Bone或Join Pain 那Bone的Soft Inflecture 還有就是說如果抽血 可能會看到就是 鈣瓦克蘭P跟維碳D濃度的一個異常 那最後的話 當然是處理上基本上 就是說對這個藥物的調整 做藥物的可行化做調整 那同時就是說 對這個缺乏的離子 包括鈣瓦克蘭D 做一個十度的補充 好 那我今天簡單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林醫師 謝謝林醫師 所以我們沒有時間關係 我們就不開放問題 不過就提醒大家 病人豐沛 大家記得查一個 阿卡麵P跟鈴酸 你說就會看到是 軟骨病 這個在某些藥物治療 是會造成這種痛苦 那我們下一位講者 是劉醫師 劉鳳姐劉醫師 謝謝大家